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新剧即将上线,预约量突破40万 搭档男主让人期待 《祝清好》是一部即将上线的电视剧 目前的预约量已经突破了40万 看来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这部剧的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郡主和侍卫的故事 总的来说还是值得期待的 这部剧的女主将会由袁冰岩饰演 去年火爆整个夏天的仙侠剧《琉璃》 就是由袁冰岩饰演女主楚玄姬 在剧中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袁冰岩这一次搭档的男主也非常让人期待 这部剧的男主将会由郑叶成出演 他最近几年也出演了很多电视剧 比如说三千压杀附九云离人心上 大将军薛耀等等 在剧中也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袁冰岩和郑叶成能否驾驭好 祝清好李琉玲 审验这两个角色 还是要等播出后才能知道 小编还是非常期待袁冰岩和郑叶成的合作的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袁冰岩分享海边照 三部新剧二部古装一部现代剧 你最期待哪部 袁冰岩分享海边照 三部新剧二部古装一部现代剧 你最期待哪部 袁冰岩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组衣食二宫格 简单的造型飘逸的长发 令人很是心动 网友称 这一个三亚行物料能放一个多月也是厉害了 不浪费每一次外景机会 他说三亚有美丽的海滩 有可以沉浸式体验的美食 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 袁冰岩还发文案 海边的风有点大 头发有点不听话 网友也接句子 海边的风虽然大 可你也是真的亮 海边微风起 等风也等你 还笑称 肯定还顿有新货 这其实是他在三亚拍片时的活动 海边拍照真的超级有气氛了 也拍得好唯美 长发随风嫖 活力满满 真的好看 正面 侧面都太美 干净清爽 光线刚刚好 氛围感拉满 整个人状态慵懒又迷人 还有一些小性感 网友 爵士美少女的这组照片好上透 太喜欢心动了 他从光影中走来 却比光影更耀眼 惊喜的一十二宫每一张的风格意境不一样 每张都是惊叹 文艺气息扑面而来 两件黑白配色针织衫搭配飞舞的长发 清新脱俗的样子让人目不暇接 温柔回眸间真是波动心弦 太有感染力了 2. 由袁冰岩 刘学义主演的电视剧《落花时节又逢军》发布了一波剧照 这是俩人第二次搭档 也是太期待了 已于9月底沙青 11月2日也发布了剧照首发 花絮中看到浮化到也很精美 袁冰岩说每个角色都是自己的孩子 都很喜欢也很珍惜 期待红宁带来新的惊喜 从呆萌的茶花小妖 到时仗见江湖的捉妖诗 敢爱敢恨 恩怨分明 不拘规则 为了爱而冲破艰难险祖的爱情故事 一诺千年 三世执念 一念成仙 一念堕仙 3. 由袁冰岩 郑叶成领贤主演的古装爱情剧《祝清好》也已杀清 《祝清好》官博发布了 《祝清好的指首相诺双人海报》 并发文 《刘云婆缩月不落》 《福生疏阔情不宜》 《指首相诺了轻易》 袁冰岩和郑叶成双人海报上写有 《山水紫时》 《与青铜赴金红艳》 《祝清好》讲述的是 常乐郡主流灵刁蛮娇憨又霸道 偶遇武功高强又冷面的沈艳 俩人花式追逐的故事 剧中俩人很有CP感 今年的三部曲《落花时节》又逢军 《与青铜赴金红艳》 还有与金翰合作的刑侦剧《雷霆令》 进入了快车道的袁冰岩 演艺事业备受关注 最后,祝福他